大家好 又來到每日新聞簡報 我是Brenda 大佬B 去車工廟借庫聽得多 去到車工頭上動土偷錢 你有聽過嗎? 西貢豪衝車工古廟 上週五即是9月13號 驚嚴了向遊黨盜策 兩男一女私私言入廟 然後分頭看水 最後還偷錢 其中一個男子疑似 用一個利用雙面膠紙的長條物 作為道具 伸入一個香油箱 將錢撩走 而廟方五日後 開箱揭發事件 最後報警 經過點算後 車工廟損失了大約1500元證 負責人最後還在網上發文想捉賊 並且勸喻 回頭是岸 不要做一些掩著良心的事 大家好 又來到每日新聞簡報 我是Brenda 正式開始之前 邀請大家 like這條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follow我的社交網站平台 包括Instagram和Facebook 我每日都會update一些不同的資料和近況 當然可以留言給我 令我更進一步 有任何報料或資料更正 也歡迎告訴我 今天想說這單新聞就認真誇張 豪沖車工古廟的負責人 溫先生就向傳媒香港01透露 在前日9月18日 下午就開啟了香油箱 點算的時候 發覺就有意 立即就看閉路電視片段查看 就見到有兩男一女 在當時分別身穿了白色短袖衣 藍色的外套和牛仔褲 在上週五的早上10時入廟 華爾四圍看過 見到廟內沒有人 其中有兩名男女就在外面把風 而另一名男子就入到廟內大肆手掠 他疑似用一個長條襪貼上雙面膠紙 將長條伸入香油箱撩走香油錢 三個人一共逗留的時間 只是短短10分鐘 得手之後就馬上離去 幸好車公廟裏 其實亦都佈滿了CCTV 所以將當時的情況 還有三名男女的容貌 也都清楚地拍攝和記錄下來 十分之一 所以謝謝大家 約一種照顧 紙 照顧 一種照顧 照顧 照顧 也有趣的照顧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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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閉路電視片段所見 新村牛仔褲的男子就用手機電筒 看看多個香油箱裏有什麼情況 有多少錢 再用手腳貼了雙面膠紙的長條物 撩箱裏的鈔票 過程是神態自虐 一點緊張都沒有 難道不是第一次犯案? 雲先生繼續說廟方會不時開啟香油箱 事後他亦在Facebook專頁發文緝冊 奉勸賊人回頭事案 尊重神明及早回到正道 現在畫面所見就是豪衝車公廟的Facebook專頁 一日前出了一個帖寫著幫手捉賊 除了形容當時見到的情況之外 亦都在帖上說 其實整個案發經過和賊人的用貌 已經被高清攝錄下 並且已經就此案去報警及提供所有資料 除了希望三名賊人都可以早日緝拿歸案之外 亦都奉勸各位 盜竊是刑事罪行 叫大家不要以身示範 亦都希望三名賊人回頭事案 尊重神明及早回到正道 最後當然亦都希望網民可以將這件事分享出去 千萬不要令到賊人有機可乘 由於豪衝車公廟的負責人已經報警 警方又怎樣說呢 警方表示在前日下午4時55分 接獲了西貢豪衝車公廟姓溫62歲男負責人的報案 指說在今個月13日 被兩男一女入廟透向油箱的錢 損失大約1500元 案件列作偷竊處理 交由黃大仙警區應視調查隊繼續跟進 今次被賊人看的豪衝車公古廟 就坐落在豪衝河河畔 據說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 是香港兩間車公廟之中比較古舊的一間 另一間車公廟就是著名的沙田車公廟 而在2009年豪衝車公古廟更加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豪衝車公古廟主自車公 相傳車公是南宋名將 曾經平定江南之戀 而獲豐元帥 傳說在南宋的末年 宋帝秉南下避難 車公就沿途戶架 後來車公就不幸病世 後世為了表彰他的忠勇 就將他奉為神明 近日可能是經濟不好 不單只是車公廟都被人看上 更加一些豪衝區都成為賊人的目標 就好像大埔區 在十日之內就已經有兩個豪宅單位遭到爆洩 合共損失了140多萬的財物 而第一宗就發生在9月7日 在大埔拗斷碟吹豪庭的一個單位遇虧 女戶主損失了50多萬的珠寶首飾 接著很快大約10日後就第二宗發生 在大埔康樂園居然整個隔晚都被人叫走和帶走 互主損失了90多萬的財物 而偷隔晚的影片更加在這幾天Facebook封存 真是相當之誇張 雖然最近的市況大家都有眼得看 不單止飲食業和零售業的生意就一般 更加有很多人即使有錢都是北上和深圳消費 所以整體整個經濟的確不是太理想 但無論情況如何壞都不應該用違法行為去解決問題 關於盜竊罪一樣都可以在網上找到資料 原來任何人犯盜竊罪即屬犯罪 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以判處10年監禁 剛才提到的搶劫罪或入屋犯法罪 一經定罪更加刑罰去到14年監禁 其實都是相當之重的刑罰 再加上現在四位都有閉路電視 要抓到就一點都不難 為了少少錢和解決眼前需要 斷送前程就真的不值得了 除了勸大家不要做犯法的行為之外 我們一般市民亦都要看自己的荷包 又或者家庭都要保管好財物 避免帶來損失 今次的節目就講到你這裏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頻道 給個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亦都可以follow我的社交網站平台 包括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次的直播和節目再見 希望我未來都會盡快去 pick up直播的節目 亦都將以前一路做下來的project 盡快可以和大家繼續分享和跟進 下次再見 拜拜